我們現在開始今天的課 就是從二十八章子官雙韻開智會 兩百二十五月這裡 兩百二十五月二十八章 好 第一節 這一節是講的是子官雙韻這方面的 我們看這一段經文 當情方便禪師內己其心 所以則和比丘方便禪師內己其心 如是如實之顯現 與何如實之顯現呢 與眼如實之顯現 也就是說對於六根還有六成 根成的這些實相 你就能夠如實之如實顯現 此諸法無常有為 亦如是如實之顯現 這裡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一個人我們一般眾生沒有修行 還沒有進入情況沒有進入修行的話 我們的心圓都是一個心圓意麻 我們的心都是這樣一直在飄動的 我們心就是這樣凹凹凸凸的靜 我們現在要內己其心 直觀就是讓我們這樣凹凹凸凸的心境 我們這一片心境呢 我們這一片心境 能夠讓它漸漸的這個凹凸程度 能夠漸漸的越來越小越少 然後漸漸的來到成為一條直線 所以直觀就是讓我們動盪不安的心 讓我們這個心圓意麻 因為我們這心都是飄到過去飄到未來 想過去想未來在那裡胡思亂想 一個心圓意麻 總是在那過去未來在那裡 很少活在當下很少活在現在 因為法就是存在現在 法 所以活頭都是講說現見法 現法 所以我們要見到法 你必須要回到當下來 活在現在 你才能夠見到這活生生的佛法 所以直觀就是你要把你那個動盪不安的心 能透過方法 八萬四千法門 各種法門 看你選擇哪一種你覺得比較適合 比較理想 那你就好好把心繫在上面 我們上次有講過禪定方面 尋世 絕觀 喜樂一心 讓我們的心慢慢的靜下來 我們禪修通常在前幾天 前幾天 我們都是這樣一個拉扯的過程 這樣一個拉扯的過程 慢慢心靜下來之後 然後你才能夠進入止觀雙韻 因為如果你的心是這樣動盪的話 那你沒辦法如死觀的 上次我們有講過就是說 如果實相是這樣的一條線 但是在你這個凹凸的心靜呢 它展現出來就是變成一個凹凸的線 那你以為這個實相就是這樣一條線 所以也就是說 在你心目中看的是一條 這樣彎彎曲曲紅色的線 那你認為這是我所親之 親正 親見 但你不知道 你染污了扭曲實相 這個就是說 你沒有按照事實的原來本來的目來看待它 如果說實相本來它的面貌是這樣一條線 這是實相 但是在你凹凸的心靜呢 造起來卻是變成一條直線 因為它的凹凸度跟你的凹凸度剛好一樣 你結果它也是一條直線 這什麼意思呢 就好像說一個愛抽菸的人 如果你在這幾個朋友裡面 有幾位其中有三位大家都很不喜歡抽菸的 聞到硬味就很反感很排斥的 那你遇到這樣的不喜歡抽菸的人 你就覺得說跟他們 跟他們不同伙的 但是如果遇到其中裡面有一兩位 他們很喜歡抽菸的 那你就會覺得說 你跟他距離比較近 很有話談 所以你心裡裡面想抽菸的 遇到他還想抽菸的這樣的人 連彼此的距離就比較拉近了 你喜歡喝酒的人 遇到同樣是酒鬼的話 哇 你們就是無話不說 所以你會覺得遇到知己 酒逢知己 千杯少 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說我們的心境都沒有如實觀 這個是情人眼中粗稀釋那個意思 你的心境是這樣凹凸 然後你遇到這樣一個凹凸的 剛好符合你內心的欲求的時候 情人眼中粗稀釋就這樣出來了 這樣子 而如果你的心境是這樣 但是你遇到一個正人君子的話 那你覺得這個人這不太好 這個人這太死半了 這個人都不解風情 這個不好 這不要 不是理想的丈夫 所以你就覺得他是不好的 但是你沒有如實觀 所以我們講說如實觀非常重要 我們平常都在染污扭曲 平常眾生都在染污 都在扭曲 這就是染污扭曲 這個程度只是比較少而已 所以出國二國這樣上來的人 還沒辦法說真正完全如實觀 只是說他可以看到跟事實比較接近而已 必須能夠貪稱之斷處 貪稱之止息 心靈平靜 這樣才能夠真正的如實觀 這才能夠真正的如實觀 所以經典裡面講如實之 如實觀 都是這個意思 你心靈能夠靜下來 那這裡有講到說當情方便禪師 當情方便 那個方便應該更深 正確的意思就是說你要正精進 那個情方便就是正精進的意思 你要努力精進用功找尋一個方便的法門 你覺得能夠適應這個法門 然後讓你的身心能夠靈靜下來 讓你的心能夠內己其心 讓你的心能夠靈靜下來 這樣的話 那很多的真理實相 就會如此地展現出來 那那些實相真理呢 就是六根我們的身心 六根就是我們的身心 還有外面的六層 整個的六層 外面的境界啊 這些它是無常的實相 一直在流動的實相 真理實相就會如此地呈現在你的心中 如此地映現出來 好 這是第一節 所以我們要知道就是說 雲子佛法佛陀在帶領大家禪修 以及開發智慧正果斷解正果這個過程 不是說在禪項上面下功夫 不是在禪定上面下功夫 也不是說在那裡看著你的動作 一直目標鎖定在那裡 那些都只是過程 要知道就是說方便禪師透過各種方便法 再來最重要就是讓你的 這個禪師就是子中有關 子官雙運 禪 有的人就把這個禪又跟那個禪定連在一體 事實上佛陀原來講的是要我們禪師 禪師就是說你內心要靈靜下來 然後有深度地去體悟 這個師不是用頭腦去想像去做意去解讀不是這樣 而是你有深度地去體悟 心靈靜下來有深度地去體悟 這樣你才能夠真正開悟 讓事情的實相來告訴我們它的本來面目是什麼 但是很多的修行方面就變成說 我們在修行的時候就不可以有這個念頭 結果就一直在禪定上面下功夫 所以你看就變成那你在禪定裡面 一直在這個定靜方面下功夫的話 第一個落入在世間定上面 第二 你一直在專注這個禪定上面的話 它會產生很多的禪項 它會產生很多的禪項 結果又被這些禪項所迷惑住了 所以佛陀要我們是禪師也就是說止觀 原來都是要止觀的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一起舉辦禪修這方面的 我們課程裡面都有講到禪師 也就是說止觀 雙韻的 止觀 再來我們看經典法醫分享這裡 第二點這裡講的就是我們要透過專注 透過方便法然後讓我們的心能夠靜下來 靜下來之後然後你就是要進一步的去止觀雙韻 所以第三點 阿漢經中常提到禪師 禪師就是止中有關很有深度的冷靜思維如實正觀 也就是說你要用你的心靈 用純淨的那種心靈品質去體悟 有一句話就是說萬物靜觀皆自得 你真的能夠靜下來去體悟 那個就不一樣了 所以定靜安律德 定靜就是定靜安這個都是屬於止的過程 定靜安律就是這裡所講的禪師 那個思維 那個有深度的用心靈去體悟那個師 定靜安律 那個律就是這裡的師 那你經過止觀雙韻 你就會有所體悟 有所得 開發智慧 好 再來請大家看第二節 第二節一樣 當修無量Samadhi Samadhi就是修那個定律方面 也就是說止觀 那這樣的話 你修這種無量的Samadhi 然後就會 這個Samadhi就是屬於翻譯的 精靜系列也就是說讓你的心能夠透過 這個系列就是巡視的過程 讓你的心能夠巡視之後 靈靜下來之後 然後再加上進一步去止觀 這樣萬事萬物的真理實相就會如實顯現出來 所以我們說要開悟開發智慧 不是說我們去做意去想像那個法印 不是這樣 我們是要心靜下來之後 然後讓這個大自然的法則如實顯現出來 讓那個大自然的法則 它本來就是如實顯現 只是我們的心太浮重 太粗糙 我們看不到那個實相 沒有如實觀 所以今天的重點就是 我們心靜下來之後 我們就能夠清清楚楚地看到這個大自然的運轉法則 它是本來就存在 所以不是說進入某年的禪像裡面 哇 產生幻覺 它看到什麼 它在打坐的時候才看到 出了禪坐之後就沒有 它在禪坐的時候 它才進入空性 它才見到佛性 出了禪坐的時候沒有 不是這樣啦 所以就是說 本來大自然的法則 法性它就是普遍存在過去 現在 未來都存在 而且當下都是存在你的身心內外之中 因為我們心出燥看不到 現在重點就是心能夠淨化下來 然後這些自然的法則 讓它如實顯現 不必去努力 不必去努力要求看到什麼 看到什麼禪像 所以這個重要的原則 那我們這次禪秀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應用出來 這樣知道嗎 掌握那個方向 你只要讓你的心透過一個方便法 那我們就是用一位洞中產方面 還有出入洗法這兩方面 讓我們心能夠淨靜下來 只要你心靜下來 你就可以看到法 要看到那個大自然活生生的法則 不是看到你心目中你想要看的 而是讓那個真理實相如此顯現這樣 其他後面這幾節都是大同小異 第三節跟第四節 這個講的就是有關於十二元起方面 所以這裡 這一節 因為我們心靜下來之後 你就要去體悟 最主要是要體悟三法印 無常 苦 無我 在十二元起 還有四聖地 這些我們要一層一層地深入去體悟 去體正 所以第三 第四節 這個是要體悟那個元起方面 你看第三節的經文後面這一行 你看 此諸法都是無常 都是有為 都是有肉 有肉就是說它會帶來給你煩惱 你累積了很多的這些 你做了很多 結果它就像一些功德 它就一直肉絲掉 肉絲掉 又帶給你煩惱 所以那個有肉就是說 那個肉就是煩惱的代名詞 你覺得你很辛苦的工作 但是到後來 我覺得我很辛苦的在維持這個家庭 但是到後來 卻是這麼多的無奈 這麼多的苦 讓你感覺到一直在那裡哀怨 哀嘆 但是你不知道說這個很多的根本原因 是來自於我們自己的顛倒夢想的作為 好 再來 所以心如果能夠靜下來 第三節的法語分享這裡 心如果能夠靜下來 進行止觀雙運 那麼五因 六入處 六界 三法印 四聖地 元祈法 這些都能夠因為如實正觀 而如實知見 如實體正 那你能夠了解 體悟到這個大自然運行法則的時候 你自然會發現到說 過去是在顛倒夢想的世界裡面 所以你會自然地 遠離過去的那種錯誤的行為 而遠離顛倒夢想 所以經文中所講的觀 都是有定力 有深度的看 記得 這個觀是有定力 有深度的看 而這個看是用心眼去看 用心眼去求證 去體悟 用你的心靈去感受 去體悟 如果欠缺定力的看 因為是散亂心了 只能看到膚淺的外向皮毛 而且容易染污扭曲實相 這個染污扭曲就是 你會隨著你個人的貪或是撐 而去扭曲它 好 再來我們看 第三節就是一樣跟前面的相同 那第五節呢 講的就是 你如果心能夠靈靜下來的話 那你就可以體悟到四聖地 苦極昧到 它就會如此顯現出來 第六節也是一樣 第六節 這一節有一些比重點 我們來看後面的經文 這個就是說 比丘 各位修行人 在空處樹下 顯仿思維 顯仿就是想綁 顯仿思維 當以何法專精思維呢? 尊者阿蘭 於空處樹下 顯仿思維者 當以二法專精思維 所謂止觀 修行於職 多修行於當何所成呢? 這是阿蘭繼續在問 修行於觀 多修行於當何所成? 後面這個回答蠻重要的 修行於職 終成於觀 修行於觀 亦成於職 止觀聚修 得諸解脫戒 這就是說 如果一開始 我們往往都是需要用專注的方法 也就是說偏重在定 因為我們心都動盪不安 因為你要止觀雙印 它這是屬於比較高難度的 比較高難度 所以一開始等於說要分開 分解動作 那你有這個止方面 讓你的心靜下來之後 然後忠誠於觀 也就是說 你的觀察力就會成就 你有定義之後 你看對事情的那種透視力 敏絕度 感受度 觀察度 那就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 修行於止 終成於觀 你止的目的是為了升觀 再來 修行於觀 如果一開始 你是偏重在這個觀方面 也可以 這觀觀就是法意的那種理解 法意的那種正思維 如果你很專心 很專精的在思考 在思維這個法意的話 慢慢的 你的心因為自心一觸 你也會成就定義的 這樣知道嗎 有的是先從單一的方法指方面 讓我們心止下來之後 然後再去思維 再去升觀 有的是它那個禪定力不足 但是它是專心在思維 在提悟法意 這樣它的心也會慢慢的靜下來 靈靜下來 所以說 修行觀以一成於止 那到後來你會慢慢的 會止觀 會雙韻 而且到後來是 止中有觀 觀中有止 好 這樣子 這個地方 一般我們有講說 比如說 止跟觀 如果你要成就那個止的話 就是一般我們講是禪定的話 那我們講說 你如果要深入定會的話 我們的目的是要得到那個會 所以說 在你要進入那個會的時候 只是在上那定 或是進行定這個領域 就可以升觀得到會 那這個是不是我們常常講說 這個叫做會解脫 另外一種就是說 禪定也記住 然後再進入這個會的解脫的話 這叫做記住解脫 記住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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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解脫跟會解脫 這兩個在這邊怎麼樣去解釋 先是這樣 你要解脫一定要有定律 所以 就算你要會解脫 你一樣至少要有 未到地定跟初產的定律 那這個也很好 只要你有初產的定律 你就有可能可以證到阿羅漢果 但是通常你要證到阿羅漢果的話 那是四產八定都要經歷過 所以你有初產的定律 通常是可以證到三國 只要你有初產的定律 有這一種那一種心 也就是說 你有心靈能夠寧靜到初產這種品質的話 那你對事情萬事萬惡地看 你就會相當地深度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證出國 二國 三國這樣一路上來 因為你在立元對境的時候 你貪稱次的展現 你都可以如實現觀到 但是你要證阿羅漢果的話 那因為阿羅漢果它必須要包括 色界定跟無色界定這些都要經歷過 所以色界灘 無色界灘 這是阿羅漢果所要突破的 所以必須要有四產八定的經歷過 那你有這樣的話 你有整個這樣的經歷 然後來證到阿羅漢果 這個有兩種情況 阿羅漢有兩種情況 一種事叫做會解脫 一種叫做聚解脫 那聚解脫是說 它的定律 四產八定這些它也很熟練 那對整個法醫方面它完全地透徹了解 對整個真理實相方面它完全透徹了解 所以這個叫做聚解脫 那聚解脫的人 因為它定律又很強 那這個定律強弱 跟它的這些 就是說累世的這些訊息也有關係 那如果說會解脫的阿羅漢 它是一樣四產八定要有經歷過 但是它體驗過之後 它未必精通 差別就在這裡 這樣知道嗎 聚解脫的阿羅漢它是定律又很強 聚解脫的它是定律很強 所以也就是說它的神通方面 它會特別 就是說會有更多的那種神通方面 但是會解脫的阿羅漢它未必神通具足 未必 但是它解脫方面它絕對沒問題 像目見人的話 它就是神通又很厲害的 這個都是定律要相當強的 但是如果像涉利佛的話 它雖然它是阿羅漢 但是它是以智慧第一 解空第一 涉利佛它並不是很強調那個就是神通 所以這方面 我們第一個目標就是正出國 正出國之後 然後再一路繼續上來 再來就是要到達正阿羅漢國 正阿羅漢國 你最先至少先證到會解脫的阿羅漢 這個會是智慧的會 會解脫的阿羅漢 然後再來看個人因緣 個人因緣如果你要繼續 因為你真的你證到會解脫阿羅漢的話 你就可以就是為法做見證了 你可以這時候 你真的可以到處跟眾生來法上的分享 協助眾生處理苦海 那至於說 你是不是要開發神通聚解脫方面的這些 那再隨身個人因緣 但是阿羅漢只要它是會解脫阿羅漢 你看它至少那個他心通還有漏盡通一定要有 記得 它一定要有漏盡通 其他六道裡面的其他像阿修羅 天道那些 他們其他的通會有 但是漏盡通不會有 真正的解脫者阿羅漢他一定要有這個漏盡通 這個漏盡通我們應該這一節或是下一節會講到 還有他心通這個也會有 其他的那隨個人的因緣 當然宿病通 天領通這些一樣也會有 只是說個人生前這個不宜 但是漏盡通一定會有 因為這個是只有解脫者他才能夠到達漏盡 其他的像阿修羅道或是包括甚至惡鬼道的眾生 或是天道這些眾生 他們會有多多少少會有其他的神通 但是漏盡通不會有 也就是說這要體正 要體正無我的人 真正要體正到無我 三國的還沒有 三國都還做不到 三國的阿拉罕都還做不到 這個必須要體正 而且要做到無我的人 他才能夠有漏盡通出來 漏盡通我們 我看還是現在就分解一下好了 現在就把這個分解一下 我們先來看這個圖表 透過這個圖表讓大家來理解 叫做收射六根 在怎樣到達無肉 我們一般講說有肉 有肉就是有煩惱 你的智慧 你的福德這些會肉失掉 會導致來煩惱 所以我們在修行的過程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階段叫做收射六根 有沒有 我們前面有講過了 要有收射六根的那個階段 這個這一張圖表就是說 整個的 這個是代表一個人生的大海 人生的整個世間 整個境界 人生大海 中間這個框框 這個是代表你我他的每一個人 這是一個人 每一個自己 每一個人 個人 那每一個人這裡有六個洞 這六個洞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的六根 那我們都是透過眼、耳、鼻、舌、生意 這六個根 這是我們的身心 然後我們透過這六根 跟外境的六根 涉身相未觸乎來接觸 所以這個六根跟六根 它是一個交通的管道 六根是整個這個世間 那我們這個自我呢 是透過這個六個孔道 六個管道跟境界來交流的 也就是說這個海洋的潮流 海洋的流水 它是透過這六個孔 來穿流入你的身體 好 那你現在修行說 你覺得這世間的境界 常常人家被這個什麼巴蜂把你吹得你好苦 人家的世灰好壞 穿流進來 你也很苦 被各種境界這樣吸 牽著常常被稱為境界的奴隸 被各種境界牽著鼻子走 好 這時候 修行的時候就告訴你 那你要搜射六根 這是一個過程 好 所以你開始搜射六根 那開始六根 你就等於說要堵這些門孔 有沒有 眼根要搜射起來 所以有些經經在修行的時候 眼根它只能夠怎麼樣 看前面這裡 你包括出去脫波或是走在街上 你都眼睛不可以東看西看 你只能夠看前面那個六尺以內的這個範圍這樣 包括耳朵也是一樣 盡量不要去聽什麼 這個搜射六根它是一個過程 本來主要目的是讓我們的心 那種攀遠的心能夠這樣純淨下來 然後活在當下 所以搜射六根 這是一個必要的過程 但你這個要越用功越深入之後 你會來體會到 我再怎麼樣搜射 奇怪 這個境界還是都會穿透進來 然後讓我產生煩惱 讓我產生苦 我內心常常在那裡拉扯 這樣知道嗎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好 就像說我是一個很專精很用功 我現出家向的人 然後我專精用功 然後好 今天我就要出去脫波 師傅也跟我講了說要搜射六根好 那我這樣搜射六根出去 不可以東飄西飄 但是當我出去的時候 哇 身邊走過一個身材很美 還有一個窈窕淑女 但是想看又不能看 但是內心又在哪裡拉扯 所以在這個拉扯 他要搜射 但是這個境界又一直在吸引著他 所以變成他內心的一種拉扯 那他會覺得說 這只是一個舉例 我們常常你在搜射六根的這個過程中 境界他會一直拉扯著你 好 所以你就會越來越搜射越緊 越防堵越緊 好 那你在慢慢的防堵 包括說人家的一些好壞 示威好壞的一些批評 你就會很在意 當然啦 以前說會聽到同樣的一句批評攻擊的話 你會難過的一個禮拜 現在可能這樣的批評攻擊 你只有一天你就可以消化掉 但是你還是覺得 我還是苦 我還是成了境界的奴隸 還是沒有真正能夠消化掉 所以你又覺得說 那我搜射的功夫不好 不夠 所以好 那就再加緊的搜射 所以如果你方法不當的話 在這個搜射的過程中 有時候會容易形成一種類似自閉的這種情況 這是過於不及的這種情況的話 沒有三知識再協助引導的話 那容易形成一種封鎖 自閉的一種情況 好 那在這 這個是一個修行的過程就是說 你會來到就是說 我再怎麼讀 那個讀 是那個 圍讀的讀 七讀八讀 我再怎麼圍讀 還是都是外面的境界 還是都會怎麼樣 還是都會露進來 都會露進來 這樣知道嗎 外面的境界還是一樣 都會露進來 也就是說 這些種種境界還是會引起你內心的煩惱 內心的苦 內心的不安 這就是出國 像出國 正出國 二國 三國 這個很自然的過程裡面 你會發現 我再怎麼修 那個痛苦 那個煩惱 那些還是有 還是存在 內心的不安還是存在 境界的衝擊 境界性還是存在 所以這時候 你看 你有六個洞 那你有幾隻手? 兩隻手 你要堵這六個洞 你怎麼堵? 你怎麼堵? 所以說 你如果憑著你這兩隻手 要堵這六個洞 不管你再怎麼堵 都還是在有肉的範圍 這就是還在有違法的世界 這比較簽 我現在先說一些 讓我們大家了解 因為有些我們這裡有很多 大家已經有進入到相當情況的 老修行的也有 那你慢慢的去體會 我這是講一些心理路程的一個境界 讓大家去體會 就是說你一直在防賭防漏這個過程 但是你還是發現有肉 那又設法要去防漏 所以都是要透過很多的有違法 然後再防漏 所以到三國都還在有違法的世界裡面 好 那你怎麼圍堵? 好 現在假設 你有三頭六倍的這個功夫 這個厲害 這個功夫 那你有六隻手 我在另外一個地方講說三條六倍的功夫 他說那這三個頭的話 那動越多 好 那你就不要三頭 我們就只有一個頭 拿六隻手 這樣就好了 所以好 就算說你有六隻手 你可以把這個 這是一個形容 你那個防賭得很厲害 你可以把這六個洞都堵起來 好 你六個洞都堵起來之後 你的世界呢 怎麼樣? 封閉了 封閉了 甚至會枯萎掉 因為你跟整個世間 你是相當的隔合起來 你沒有跟世間在交流 所以這就變成一個封閉的世界 所以這也不是一個 因為他內心事實上 他不是真正解說 一直不敢進去 不敢入紅塵 不敢跟這個境界接觸 所以變成就是一個 又是一個過於不及的情況 但是這個是修行幾乎都是要經歷過的 幾乎都要經歷過這樣一個結論 好 那你說封閉起來它的苦還是存在 那我這樣一根境界接觸 煩惱 肉還是存在 那怎麼辦呢 你要怎麼樣才能夠做到無肉呢? 怎麼才能夠做到無肉? 要怎麼才能夠做到無肉? 融入就可以了 以便進去 融入 還有? 不執著 還有? 不影不去 進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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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你不空的話 你進跟出不會相同的 這樣知道嗎? 我說如果你不空的話 你進跟出 在這個過程裂量 你會抓 那境界穿流而過 對 所以這就是說 我們講更具體一點 就是你這個桶子 這個身要消失了 要消失了 這就是你跟整個世間 跟整個世界是融為一體的 對 是有肉體還是有感覺 對 是有肉體的感覺 但是你這個身體它是個空桶 是個空 境界讓它穿流而過 你跟這個境界是融入 這就是破身見之後 然後再繼續來到無我 破身見是個初步 破身見 然後繼續再來到正道無我 你這個自我消失的時候 只要你還有自我 你就有煩惱 就有漏 這樣知道嗎? 只要你有自我 因為你這個框框都還在 你這個框框還在的話 它就會有漏 當你真的破身見 當然我們一般講說破身見就是正出國 但事實上 正出國甚至正二國的人 並沒有完全徹底的破身見 只能夠說它身見破到一個相當大的情況程度 原來那種直取 那種抓取方面已經相當的改變很多 淡薄很多 所以它已經突破到一個情況 我們就要說它可以破身見 就要像說我們國內你到達某樣的一種水準 你就可以參加奧運 對不對?但是未必代表你就能夠拿獎牌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你來到一個門檻之後 就跟你講說 你這個就可以到破身見的這種情況 但是並沒有真正的身見 並沒有真正的破 你身見真正要破 一定要體正到無我的人 你身見才會完全的破 這樣子啊 所以你必須要身見 還有我見 還有無我這些你要體正到 這個自我消失 最重要是自我消失的時候 跟這個整個境界融為一體 因為這個自我消失 然後跟這個境界融為一體 這時候才會真正 這時候才會真正的來到無路 老師 你能不能對這個破身見 可能會再具體說明一下嗎? 我們消解會講 消解會講到 十個解這方面的 消解會講 OK 這樣子啊 所以只要你還有身見 只要你還有自我 只要你還有我慢 你的煩惱就會存在 這些消失沒有 這個自我消失了 然後你才跟整個境界融為一體 這樣你才能夠真正的無路 所以只有四果阿羅漢 四果阿羅漢才能夠來到無路 這個叫做漏淨通 這樣子啊 這個漏已經消失了 無漏就是漏消失了 漏淨就是那個漏已經消失 煩惱已經消失了 你沒有自我的時候 你不會跟任何境界對抗 這樣子啊 OK 好 我們再來看 尊者阿難 若斷戒 無欲戒 媚戒 事領諸解脫 這是阿難他繼續在問 什麼叫做解脫戒呢? 就是斷戒 無欲戒 媚戒 事領諸解脫戒 那尊者阿難又繼續問那個意思 他就回答 斷一切行 事領斷戒 斷除愛欲 事領無欲戒 一切行 媚 事領媚戒 這個是相當深 而且這裡講的是阿羅漢的世界 斷一切行 並不是說什麼事情都不要做 如果你錯誤的解讀 一直在封鎖 閉鎖的話 那你只是進入一個 閉鎖的世界這樣而已 那不是一個解脫者 事實上 你是躲入 就好像說 你是一直躲入那個隔音坊裡面 那你說 哇 現在好靈靜啊 這是內盤極境的世界 都沒有雜音的干擾 但是你敢出來嗎 對不對 所以並不是說 躲入那個一切什麼 躲入那個自我世界 然後什麼事情都不要做 這個叫做解脫 絕不是這樣 那是錯誤的解讀 斷一切行 事實上就是說 斷除的是無名行 無名的衝動 這種無名衝動止息 這叫斷一切行 事實斷戒 那你無名行 它會改變為什麼行 改變為明行 明行主 所以佛陀的一個十號之一 就是明行主 所以解脫的人他是活活活潑的 不是死死板板的 不是什麼事都不做 都不敢做 不是這樣 斷除愛慾 這就是說你那個慾灘的心完全斷除 靈力心 具體講就是靈力心完全斷除 完全淡薄 淡薄之後斷除 那不是說靈力心斷除之後 那什麼事都不做 那消極悲觀 絕不是這樣 你會很積極地去做所該做的事情 但是不計功 不爭明 不奪力 該做的我們就去做 做所該做 你就會說我應該這樣去做 對自己 對眾生有好處 就去做 而那種慾灘之心 不會有 所以是靈無慾界 這個無慾並不是說那個消極悲觀 而是說那個靈力慾灘之心沒有了 再來 一切行內 這個一切行內 所以都不要錯誤地從文字上去解讀 這就是說 你不再顛倒夢想了 所以這個行都講的都是 講那個無明行那個行 那一切無明行內 這樣比較容易理解 那一切行內 就是一切無明行消失了 那成為明行這樣 也就是不再顛倒夢想 是領媾界 媾就是媾盤 也就是說 前面講斷一切行也是說斷無明行 對 所以那個是斷 這是媾 一樣 這是媾界 那這個媾的話 媾界 也就是說你事先有一種斷 然後再進入那個媾 這樣 媾它代表是一種滅盤解脫的世界 四名媾界 剛才講到慾界 你剛才講到慾慾 而是舉例說名曆 這個名曆是不是只是一個舉例而已 這些當然也是 但是像那個 包括你說財色臨死方面 你睡 包括睡覺方面 你該睡還是要睡啊? 只是說我們沒有那種浴灘 沒有那種浴灘 這樣子 財色臨死睡這方面的 你該吃還是要吃? 但是就是說我們不再像以前那種浴灘 我們只要過得去就好 能夠維持這個色身就好 它是沒有浴灘的 它只是維持最基本的所需這樣而已 你講盈利 譬如說色 色的靈意也有在於最關心 這個靈意就好 對啊 所以就是說 我們要知道 最重要就是你那種財色臨死睡裡面 你最主要是斷除他能夠貪欲的心 貪欲的心 那你維持維持最基本的這些所需這樣 好 再來 若比丘空處樹下顯仿師偉 當以二法專精師偉來自媾界 這就是說佛陀也告訴阿蘭同樣的這個答案了 結果阿蘭他就覺得說 其在世尊大師及諸弟子 皆希同法同聚同意同畏 阿蘭他就很讚嘆 就很驚奇了 奇怪 你們這些解脫者跟佛陀所講的都是一樣 結果這就是說真正走過解脫道的人 他們所指的 所講的解脫道 那個原則核心都會相同 這樣子就是那個意思 好 所以正確的禪修是修習於子中成於觀 修習於觀亦成於子 子中有觀 觀中有子 再來 斷一切行士兵斷戒 這句話 包括一切行魅士兵魅戒 從經典文字上實在不易體會到其生意 解讀錯誤的人會以為做到像石頭就是入魅戒 若負便取角的人則亦攻擊或排斥 這就是為什麼有些大師及人物 能染在勸徒弟們不要入內盤 不要出三界 再來 如同無為無學無修 若用二元對立的頭腦去理解去解讀去思維去想像 那就會像先天眼盲的人在想像陽光 評論陽光或到處找陽光 這個含義都很深 無為無學無修 這個講的就是阿羅漢的世界 你要坦稱吃子息 自我一定要消失 你才能夠體會到這方面 一切行魅就是一切顛倒夢想的子息 我是我能我慢的子息 也就是說自我要消失 那個自我到三果的時候都還沒有消失 我是我能我慢的子息 也就是氣入無為 一個人能夠我慢斷進的話 那他就能夠進入反僕歸真 反僕歸真 也就是說他能夠氣入無為 但是無為絕對不是消極悲觀 這個含義很深很深 那是要悟道 提道而行道的人才能夠做到 所以為什麼阿安經很容易被攻擊 很容易被扭曲 很容易被批判 就是因為他講的很多都是言簡易改 再來很多很深的這些法義 這些解脫的那種境界 透過語言文字跟大家講之後 眾生又會用你平常的理解的角度來解讀 所以你沒有如此了解那些解脫者他們所講的那個心境 那你聽了之後 你就以為我懂了 我懂了 我知道了 結果這樣又很容易形成 你以為懂 結果會形成兩種情況 一種是你就認為他是錯的 所以你就批判 一種你認為你的解讀你是正確的 所以你就照著你的模式去做 結果有時候你走偏差不知道 或是你批判錯誤你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說要問我們自己 只要說我們的煩惱 痛苦 不安 貪嗔痴還在的話 我們就是要不斷的虛心學習 要勤找大師 要虛心學習 不要去見證不斷了 修行學佛就是要停止那些見證 把那些 那只是在城牆 那只是在展現我慢 但是對你的煩惱止息沒有益著 所以真的就是要 如此面對自己的不足 然後虛心的學習 直達究竟解脫 這才是最重要 我們現在請大家看到第七節 第七節就是說 我予以 有人就跟佛陀講了 我予以學所應知 應是 應見 應得 應覺 應正 息知 息事 息見 息德 息覺 息正是尊正法 唯願是尊為我說法 我文法以當讀 依靜處專精示為 不放易住示為 這就是說在佛陀的地址裡 就有人跟佛陀講了 你所跟我們講的 應該要去知道的 要文師的 我也去文師 應該去了解的 應該去修的 我也去修 也就是說他文師基礎這些都已經相當好了 那你跟我們講的這些法 我們也都有相當的體會 但是我覺得說我還沒有解脫 我還有苦 我還有煩惱 那請佛陀告訴我怎麼樣進一步的去突破 怎麼樣進一步的下功夫 再來看230頁這裡 佛陀就告訴他了 有兩種法 修習多修習 所謂止觀 此二法 修習多修習 得知戒國 覺了於戒 知種種戒 覺知種種戒 如是比丘欲求離異 惡不善法 乃至出禪聚主治 這就是說你好好 你再來 文師基礎已經有了 前面講的就是說文師基礎已經有了 好 現在就進入實修實證了 或是說你已經有出國這個基礎 那再來 再進一步的用功 所以當你這樣直觀雙運之後 你這裡有提到就是說 此二法 修習多修習 得知戒國 覺了於戒 知種種戒 這個意思就是說你止觀雙運 你就會對於前面所講的各種法義那些 你會能夠如實之如實 顯現如實體悟 也就是說你會開智慧出來 好 當你有止觀的這種基礎 欲求離異 惡不善法 這裡講的就是 就是 你就能夠進入出禪了 這裡講的就是進入出禪 欲求 你想要進入出禪 你就能夠進入出禪 乃至四禪 你都可以到達 再來 慈悲喜捨 四禪八定這些 你都可以經歷過 這樣的話 令我三竭境 你有經歷過這些四禪八定這些 很快 你有直觀雙運的話 那你很快就能夠三竭境 而正道出國 得虛陀凡 再來 你繼續用功 就可能得思陀凡 繼續用功 五下分解禁 得阿拿凡 再來 繼續用功 就會種種神通境界 包括漏禁字 就是漏禁通 都能夠得到 而是故比丘當修二法 修喜多修喜 修二法故之總統界 乃至漏禁 這個漏禁就是說 因為我慢斷禁 自我消失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這次是世古阿羅漢 所以這時候 文佛所說 翻喜作禮而去 爾時婆說 他獨一淨處專精思維 不放益柱 乃至至之不受厚有 你看喔 他文師基礎已經打好 然後又繼續的再進入實修實證 所以他不斷去體悟體悟體悟 那很快 所以出國二國這樣 一路的 一直的上來 那當然這也是用點點點把它點開 至於說時間多久 也不是說馬上當下 他就能夠爭到阿羅漢 這個比較少了 而是說他在這個過程中 他一路的一直這樣上來 但以佛陀講 最多不過七年了 你真的有文師基礎 哪裡出國二國這樣上來 最多不過七年 那如果通常來講的話 他有可能你真的文師基礎好的話 那只要你有正到出國以上的正量之後 後面的這個就 突破就比較快了 好 所以這是行者文師具足之後 請求佛陀進一層開示 真修實證的法要 當文師基礎具足之後 佛陀就引導弟子們 去止觀雙運 實修實證 經歷事無量心 事產八定 斷諸解釜 正諸果位 所以記得你要正國各種方法 是讓你去止觀雙運 但你還是要來到斷種種解釜 斷種種解釜 那我們下一張就是要講十個解 這就是二十九章 因為你要十個解能夠斷除 那你才能夠到達究竟解脫 我們沒有解脫 就是我們的很多錯誤的訊息 錯誤的資訊 自己形成一個作簡制服 捆綁住自己 所以人最大敵人是自己 在我們出生之後 一路成長的這個過程 受到家人的教育 學校的教育 社會的教育 各方面的教育 有的正面的訊息也會流進來 負面的訊息也一樣會流進來 所以在我們的這個頭腦 就像那個電腦 我們這個頭腦裡面 它有裝填很多正確的程式 但也裝填很多錯誤的方程式在裡面 如果你沒有透過止觀雙運的話 你發現不到你頭腦裡面有很多錯誤的方程式 那你看不到的話 好 你收集很多資訊進來 結果依你自己的判斷 那你透過那個錯誤的方程式 輸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也是錯誤的答案 但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們的煩惱 我們的痛苦就是這樣出來的 我們的那個漏 那個煩惱就是這樣出來的 所以說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就是說 我們腦裡面 我們裝填很多錯誤的資訊 包括一些病毒在裡面 我們都沒有覺察到 所以說為什麼我們一開始就跟大家講說要歸零 歸零就是來一個掃毒 這樣知道嗎? 歸零它就是一個掃毒的作用 一方面讓我們錯誤的方程式也能夠放下 我們重新來過 你重新從一個零 那你這樣的話 那你越能夠秉持一種客觀求真求真的精神 你重新建立起正確的程式 正確的資見進來 所以一開始那個歸零很重要 像在有幾個地方上課 有些人他們真正歸零都相當好 所以有的人他們每次上課都是 然後每次上課都有很多很大的震撼 像上課幾個月來 他就覺得說 他每次上課就是這樣 一直覺得都很震撼 一直不斷在脫胎換骨 像前幾天有一位也是別人透過朋友介紹來聽第一堂課 他前幾天去聽第一堂課 結果我們那時候是已經講到後面蠻深的這一部分 但是因為他剛好因緣 這時候才成熟 他過來聽 結果他下課之後 他就過來跟我講 結果他雖然第一次來聽 但是他就整堂 兩個多小時裡面 他卻常常一直覺得 身心一直常常很大的衝擊 很大的衝擊 結果他常常一直還是壓抑自己下來 但是還是哭了好幾次 知道嗎 他結果說 裡面我講很多話都一直讓對他內心 產生很大的震撼 很大的震撼 所以他壓不住內心的那一種 他是 他哭了好幾次 結果他能夠歸零 身心柔軟的來聽 結果他就是不斷在震撼 震撼 因為他剛好來聽的時候 就是我們講到後面 二十九章跟三十章這裡的破身見這方面的 好 我們現在來 再繼續來看二十九章 真的 隨時要歸零 隨時要歸零 只要你還沒有解脫 要把過去的知見都要隨時歸零 身心柔軟放空來聽 你一定會不斷的脫胎換骨 你能夠真的柔軟放空來聽的話 很多 有時候會講到很深的這些 它會震撼你的心弦 你會全身會觸電 你會有很大的震撼的 好 我們再來看 如果說像大家這樣在聽 我們現在在這邊結言已經將近六個月了 如果說你六個月下來 那你覺得說你還沒有明顯改變的話 你還沒有明顯的這種禍遇改變的話 那表示你都沒有歸零 你還用著過去很多錯誤的一些知見 然後再聽 你沒有歸零的話 那就很難震撼 所以就是要歸零 歸零 那我們絕不是說去偶像崇拜那些 絕不是 而是說我們把那些錯誤的程式 把我們那些病毒掃除 重新一個靈來求真 求證 真的用你的心靈去體悟 去求證 你一定會不斷地在震撼 震撼 脫逃亂骨 我們現在看二十九節 這十個節 好 是不會嗎 謝謝 讓你擺姿的地方 別無你